这样正面墙就已经基本建好了 左边的正面墙已经完全建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建我们的右边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有一根线条 一般情况下在CAD上面出现有线条的地方 是表示墙体有进行转折 我们可以在顶视图上来进行一下观察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有一面墙体 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绘制 绘制完我们左边的正面墙之后 接着我们再往右进行制作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面的墙上多出来一条线条 一般在图纸上多出线条的地方说明有墙体的转折 我们可以在顶视图上进行一下观测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有一面墙体突出于我们两面的墙体 所以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绘制 绘制好之后 绘制好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在这里我们可以测量一下它的一个高度 大概是6米5 6500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6500 绘制好之后 我们来对它的材质进行一个附加 接着我们再来做我们这边的墙 在这里有一小块墙体 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绘制 我们可以直接将它拉到我们的地面上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我们之前测量过了 墙体的厚度是240 颜色是我们的青石板 领视图上来摆放我们的位置 做好这一块之后 接着我们再来绘制右边的这一块 一个240的厚度 附加一下材质 然后我们要让正面墙和它进行对齐 我们可以选中它 用我们的对齐工具 现在我们是要让它在laser上进行对齐 所以我们选Z轴 让它们中心点对齐中心点 然后点OK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在顶视图上来观察一下 它们来的位置 它们已经进行了Z轴上的对齐了 对齐了之后 现在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墙体的绘制 在这里我们之前看过CAD CAD上2楼有阳台 2楼的墙体会往里退一段距离 所以现在我们将1楼和2楼来分开绘制 首先我们来绘制一楼的墙体 我们可以进行线的勾选 然后将门的位置留出来 因为有窗户 所以我们进行套洞 然后进行一个墙体的挤出 240 同样的可以用对齐工具 对齐我们下面的墙体 选中 对齐前面的这个 同样的是Z轴 点OK就可以了 做好一个物体之后 记得一定要对它的材质进行附加 然后我们先来画这一面窗 同样的 我们用橘形来勾画窗的外轮廓 有了之后 我们对橘形进行一个 线段的转换 或是一个 命令的添加 添加一个可编辑样条线 然后对它的线段的 进行一个复制 选中 右边的这一条 可以进行复制 按住Shift 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的 线条 进行一个扫描 Swift 选择我们的 橘形 输入 50 50的一个厚度 60 60 好了之后 我们将它对齐我们的强体的正中 同样的 我们可以用对齐工具 我们在顶线图上观察一下 对齐美 对好位置之后 对它的材质进行一次附加 然后来绘制玻璃 玻璃可以挤出5毫米 选中玻璃 对齐我们的窗框的正中 观察一下 影视图上也可以进行观察 然后 玻璃材质的附加 绘制好了 窗户之后 现在我们来绘制这个门 选择线 进行 门 矿的 勾勒 勾好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挤出100就行 然后让它对齐于我们的强体正中间 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新的材质球 将名字更改为门 然后让它换一个颜色 给它做一个木门 然后在门上掐一片木板 可以挤出50 我们可以在顶视图上来对一下位置 也可以用对齐工具都行 然后进行材质的附加 门做好之后 我们将我们的max切换到 我们的线框显示 在这里我们看到门的前面 有台阶 在顶视图上 我们也能看到有台阶 在这里我们可以 进行一个绘制 我们可以在顶视图上进行绘制 也可以在前视图上进行绘制 我们选择在顶视图上进行绘制 在这里我们先做台阶 第一个台阶 台阶的高度 一般的会是150 可以直接挤出150 绘制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绘制我们的第二个台阶 顶视图上 绘制好了之后 还是将它挤出150 然后再侧立面上 台阶因为是一阶比一阶高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将它上升 它应该是个这样的形式 升好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添加 台阶 直接用灰色就可以 完了之后 在台阶的两侧 我们能看到有矮墙 我们可以进行直接绘制 切换到线框 然后在这里面上 来量一下它有多厚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400 然后将位置进行摆对 同样的右边也有 进行一个复制 复制好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台阶旁边的矮墙 添加的是什么材质 CAD可以看一下 它没添加材质 我们可以直接将它复成 我们台阶的材质也行 选中两个物体 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在这里 我们能看到 门的下面漏缝了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台阶 往里走一点 在顶式图上 我们将矩形的点 往里调 现在矩形是不能进行调整的 我们将它添加一个 可编辑样条线 选中点 将点 往上移动 在调整的时候 我们会将所有的点 转换为我们的脚点 这样以免出错 这样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